中共已窃取波音卫星绝密技术美国追查,美国政府对中共意图窃取美国波音公司卫星事件展开调查。 美国公司被禁止向中共出售卫星,日前有媒体披露。 中共通过收购美国企业,已定购波音公司卫星意图,窃取其卫星绝密技术事件。 事件被曝光后,美国各部门正对这个引发国家安全担忧的卫星项目展开调查。 华尔街日报1月12日,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,FEC,正在对美国航空飞机巨头波音公司,与一家美国初创公司Global IP之间的人造卫星供应协议展开调查。 华尔街日报1月5日,这两家公司已被披露,疑似接受与中共政府有关的企业,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,简称中国东方,的资金秘密,向中共出售人造卫星,根据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。 美国公司被禁止向中共出售卫星FEC,向总部位于洛杉矶的Global IP公司递交信函,要求其保留同波音和中国东方之间往来的全部书面文件。 另一位知情人士证实,美国商务部也正在调查这个卫星交易,据此前报道中国东方归中共财政部所有。 在中共党媒2018年的一篇报道中中国东方,董事长强调了该公司作为中共军事技术供应商融资的角色。 2015年中国东方通过,此公司在英属维京群岛的境外投资公司Brands Alinkway,Global IP投资了1.75亿美元,并收购了该公司75%的权益,以支持该公司向波音订购卫星的项目。 该项目所设卫星旨在改善非洲网络访问,负责下谈收购的是前中共国务院副总理耿彪之子耿志远,他是中国东方的高管。 然而在2016年8月签约前Global IP中方董事毫无预警的造访洛杉矶,要求检释合约中的卫星设计, 因涉及美国出口管制法限制内容Global IP公司两位创始人萨德和贾维德,拒绝了中方投资人,这一要求随后,他们向波音公司告知这个卫星项目背后,有中共政府的资金资助,并提醒波音中资方,正在积极插手该项目根据公司记录,法庭文件以及该项目知情人士消息, 这颗卫星,得到了中共大约2亿美元的资金。 最终两位创始人选择辞职,并于2017年,向中国东方旗下子公司发起诉讼,指控该公司以欺诈手段,接管这个卫星项目,导致他们面临违反美国法律的风险。 两人还要求获得损害赔偿,曾任美国国家情报工作主管的布莱尔上将表示, 这起事件令他困惑的是波音在获知中共政府参与其中的情况下,仍继续推进该卫星项目,他们经常处理此类项目他们知道美国这方面法律的内容和用意。 布莱尔上将表示,目前这颗卫星,即将在波音位于洛杉矶的工厂内建造。 完成并测试,最快将在明年春季,由美国太空技术探索公司SpaceX,发射升空波音是高通量通信卫星领域的领头羊。 这种卫星能向偏远地区提供较好的网络覆盖,美国军方以相关技术为军队核无人机,提供支持一些美国官员担心。 卫星一旦进入太空,最终可能被中共政府或军方利用,或是对技术进行逆向工程研究,导致卫星绝密技术被窃取、复制,据悉这起事件曝光后。 波音公司已宣布退出这个引发争议的卫星项目,但拒绝说明他们在申请批准时,是否告诉美国商务部有关这个项目的资金来源。 波音公司已宣布。